剪映这个软件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就是可以为我们的视频自动语音识别获取字幕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软件呢 将剪映的这些字幕啊 导出一个SLT的字幕文件 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新建一个项目 然后呢把我们的视频导入进来 进来了之后呢 点击文本 点击智能字幕 然后开始识别 当然我这里用的是剪映1.7的版本 作为一个演示的样板 好我点击 只需要一点点时间 这个字幕呢就会生成好 好现在所有的字幕都已经这个获取了 那现在如何把它导出一个SLT文件呢 我们只需要在Mac App Store里头 下载一个叫做 简映SLT 1.2版 这个软件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呢 需要选取这个简映专用版的路径 那在这里呢就不要做任何修改 直接打开就可 然后它就会自动获取 简映里面的所有项目 那刚才这个是我新做的一个项目 我点击导出SLT文件 就可以把刚才智能获取的字幕呢 保存为一个标准的SLT字幕文件 当然我也可以把它导出一个文本文件 也就是不带时间码的纯文本的文件 在这里 目前JYSLT就简映SLT 只支持这两个功能 在下一个版本之中呢 我们会添加自动导出繁体的SLT文件呢 我们也会增加这个修改过的SLT文件 导入回这个简映里面 也就是说把我修改好的 比如说繁体的中文字幕啊 或者英文的字幕啊 把它写回到简映里面